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 以宪法和监察法为依据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坚持责任法的定位 以法律形式明确监察官的职责义务 加强对监察官的监督制约 构建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 为进一步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 分9章68条 除总责和负责外 对监察官的职责 义务和权利 监察官的条件和选用 监察官的任免 考核和奖励 监督和承建 以及职业保障等方面 都做出了详细规定 日前 省纪委监委 省委组织部 对今年全省村级两委换届期间 四起违反换届纪律问题 进行公开曝光 这四起问题是 农安县开安镇陈家沃浦村 党支部原书记梁县委 为其儿子竞选村质保主任 助选拉票问题 2021年4月8日 梁县委找村民郭毛甲 郭毛乙 在换届选举中 为其儿子梁毛毛 竞选村质保主任 助选拉票 破坏选举秩序 造成不良影响 2021年7月 梁县委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画电市八道合子镇 栗子沟村党员王子海 扰乱基层党组织 换届会议秩序问题 2021年3月 八道合子镇 栗子沟村组织召开 党员扩大换届工作会议 王子海在现场质疑党组织 对换届选举一肩挑政策 不听劝阻 扰乱会场秩序 影响会议进行 并造成一定不良影响 2021年4月 王子海受到谈话提醒处理 双辽市东明镇德胜村 原代理妇女主任 张俊霞拉票汇选问题 2021年3月 东明镇德胜村委会 换届选举期间 张俊霞为当选村委会委员 通过在村妇联微信群中 发送感谢语言 红包等方式为自己拉票 造成不良影响 2021年4月 张俊霞被取消候选人资格 2021年5月 张俊霞受到延长 中共党员预备期一年处理 前安县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原副主任 奥长盛插手干预 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问题 2021年2月 奥长盛在工作日中午饮酒 在酒后向前安县 荣业街道党工委书记 严卯打电话发短信 以荣业街道东南村 换届选举存在问题为由 对严卯进行威胁和辱骂 插手干预基层党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 2021年3月 奥长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21年4月 奥长盛受到政务继大过处分 免职处理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省纪委监委宣传部 策划了吉林红色展馆中的 作风纪律系列短片 今天展播的是 陈云艰苦朴素和言于律己的作风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万余人的光辉历史 四宝临江战役的胜利扭转东北战局 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 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 转为战略反攻 为辽审战役和东北解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内 陈列着这样一件棉被心 上面打满了补丁 细细数来密密麻麻 足足有三十二个 1946年冬天 陈云同志担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 兼南满军区政委 那时临江冬天的气温 经常在零下四十摄氏度 陈云同志在简陋的房子里昼夜操劳 导致身体极度虚弱 肠冠感冒 当时担任南满军区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的唐凯 请人缝制了这件棉被心 全国解放后 陈云同志一直穿着这件棉被心 缝了又缝 补了又补 别人劝他换件新的 他总是说 还能穿吗 直到1984年 他才同意换下 这件串了整整三十八年的棉被心 见证了陈云同志 坚朴朴素 勤俭节约的生活中风 陈云同志一生严于律己 一贯反对特权思想 处处率先锤饭 这是陈云同志 在临江工作期间的办公室 他就是在这一张办公桌旁 度过临江最寒冷的冬天 办公桌旁的火盆 就是他唯一的取暖工具 1946年12月的一天 陈云患了重感冒 烧到39度 疲惫的他 在打针吃药后睡着了 由于长期熬夜 他每天都睡得很晚 这一次 他只睡了一小会儿 便醒了 醒后 他感觉屋子暖和了 发现 碳盆里的碳火更旺盛了 上面还搁着一个小铁锅 正主着人身 这时 警卫员进来了 陈云严肃地对他说 你怎么违反纪律 往火盆里多放了木炭 警卫员答道 陈书记 今晚特别冷 你又感冒了 不是我违反纪律 这是大夫临走时嘱咐我的 说要提高室内温度 医嘱也不行 马上把木炭加出去 无论什么原因 什么时候 都不能违反纪律 正因为是我定的计划 要大家计划用炭 我才更应该带头执行 快 加走 陈云一边咳嗽 一边说 警卫员无奈 很不情愿地 将两块已经点燃的木炭 从火盆里加走 送出屋外 随后 陈云又让警卫员 将人身拿走 就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以您的职务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就不能吃 警卫员急得都要哭了 陈云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地对警卫员说 我给你说多少遍了 这个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今天我再告诉你一遍 越是领导干部 越不能搞特殊化 谁搞特殊化 谁就背离了我们党的宗旨 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不容警卫员再劝 陈云坚决地说 我这体格 不知人参死不了人 这人参和汤 明天送到野战医院 送给最需要的商员吃 见警卫员端着小铁锅出了门 陈云才乏力地坐到床上 此时已是深夜 火盆里的炭火将尽 眼看夜凉轻身 陈云同志不时身子发抖 并使劲搓手 警卫员只好去卧室 把薄薄的被子抱来 劈在他身上 陈云同志就是这样 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 在极度严寒的环境下 指挥了四宝临江战役 并取得伟大的胜利 陈云同志身上体现的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 严于律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具有鲜明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特色 使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 强大精神动力 据吉林市纪委监委消息 舒兰市委原常委 统战部原部长张子云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务随案移送 为推进全省连结文化建设 省纪委监委宣传部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 满怀信心 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做出的重大决策 全党同志要做到 学史名理 学史增信 学史重得 学史例行 学党史 勿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以昂扬姿态 奋力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下面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 有关党史的学习视频 1941年年底的一天 一声枪响 打破了延安宁静的天空 肖玉璧被执行枪决 在艰苦的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 肖玉璧是一名经历 相邻但与考验的老农军 身上有90多处战斗伤痕 毛泽东十分关心他 还曾专门指示 将自己的那份牛奶份额 送给肖玉璧补身体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 组织安排他到家乡清建县 任张家叛税务分局局长 然而他在任期间 却利用职权做起了生意 甚至把根据地齐缺的石油 面粉卖给国民党军队 客扣公款达3050元 40年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三千多块钱呢 这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抱有侥幸心力的肖玉璧 还写信给毛主席求情 但他低估了共产党 处理贪腐行为的决心 边区政府最后依法判处其死心 坚决通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是拥抱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重要要求 新政连结 是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之中的不变本色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传承的红色基因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 就特别重视连结纪律建设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党的第一步正式章程 中国共产党章程 就专设了经费议章 用以加强经费的监督和审议 防范贪腐风险 1926年8月4日 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党的历史上 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 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之后又陆续颁布多个防患贪腐的文件 保证了党的从杰性 较好的适应了革命环境下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需要 1949年 当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之时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对国民党军官们说 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 而是连结 以及连结患得的民心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 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 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胜利考验 但也有一些人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 新的腐败现象随之发生 这里是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馆 记录着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 专员张子善的贪腐罪行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他们二人利用职权盗取贪污 钱款达171亿元旧币 因为我们这个队伍 实际上农民出生居多 所以革命胜利后 小龙思想在革命队伍里面又会出来 他就觉得该享受了 所以当他面对那么多钱财的时候 他无法克制他的那种私益的膨胀 当时好多人出面向毛泽东求情 认为他们二人是有功之臣 能不能免他们一死 毛主席当时非常严肃地说 正是因为他们二人地位高 影响大功劳大 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 这个处理的结果 对全党起到了阵容发聩 扶正确协的效果 两个月后 新中国第一步 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惩治贪污条例正式出台 为还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 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 清政廉洁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 始终于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连接在一起 使我们党在人民心中树立起崇高形象 赢得人民的信赖 爱戴和拥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 政风素季 反腐成恶 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连接自律准则等数十部党内法规的修订出台 搭建了党内纪律监督制度的四梁八柱 17.88亿元 这是法庭审理查明的赖小民受贿金额 也是新中国成立至今 受贿案件涉案金额的最高纪录 赖小民在北京某小区一处房屋中 多个保险柜里存放的现金就达两个多亿 拿着就往那一放 就像经常会去超市 就是把这个名字叫超市 就在里面铁柜里 因为铁柜柜 一分点都没花 都放到那里了 最后组织上都收了 所以我又在这也是 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最后又不敢花又不敢用 还提心吊胆的 2021年1月29日上午 赖小民被依法执行死刑 用生命为其贪腐行为 买下了最贵的一单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全面巩固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性成果日益显现 党内政治生态持续好转 群众对党风政风满意度稳步提升 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 政风素季反腐 永远在路上 必须保持定力 久久围攻 要以持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 拥抱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打造海燕和清 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北抗连第一路军军歌 慷慨豪迈的歌词和激昂壮阔的乐曲 诉说着悲壮与辉煌的抗连历史 这首歌的词作者 正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 和领导人之一杨静宇 1940年1月 35岁的杨静宇 在长白山腹地吉林省原蒙江县 与敌人斗争时壮烈牺牲 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 蒙江县改名为静宇县 走进静宇县杨静宇将军纪念馆 庄严肃目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三个展览厅 2400余件珍藏文物 以杨静宇将军战斗的一生为主题 讲述了那段战火硝烟的难忘岁月 杨静宇原名马尚德 河南雀山人 1905年生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赴东北领导工人运动 1931年 918事变后 杨静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积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棋手和中流砥柱 杨静宇曾对人说 他上过两个大学 一个是社会大学 一个是监狱大学 他先后五次被捕入狱 屡受酷刑 忠贞不屈 1934年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 后组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度军 杨静宇任总司令监政委 1938年6月 老领会议结束后 杨静宇创作了著名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并亲自指挥交唱 军歌展示了抗连英雄 英勇勿取的斗争精神和豪迈气概 振奋的军威士气 在抗连将士中广泛传唱 1940年1月 他自己率警卫旅 转战于蒙江一带 最后只身于敌周玄武昼印 以难以想象的毅力 坚持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直指淡尽 壮烈牺牲 十年三十五岁 杨静宇生前和死后 都受到了日军的极大敬畏 他陷入绝境后 日军曾派叛徒向他劝降 杨静宇沉默地片刻回答道 老乡啊 如果咱们中国人都投降了 还有中国吗 他牺牲后 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 发现胃里只有枯草 树皮和棉絮 没有一点粮食 在场的日本人 看到后 无不感到震撼 十四年的东北抗日战争中 杨静宇 赵上智 周宝忠 赵一曼等 无数中华优秀儿女 抛头颅 撒热血 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谱写了一曲曲 爱国主义的壮美篇章 头颅可断 腹可扑 裂开难消 智不磨 一曲青蒿 两青骨 鱼筋赤配 满山河 郭墨若对杨静宇的致敬 代括了这位将军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辉煌的一生 如今的静宇线 在红色油的基础上 开拓生态油 冰雪油 风情油等相互融合的 全域旅游 在加快实现绿色转型 全面振兴的路上 越走越宽 我的父亲叫钟某全 大家都看过前夫 本能这辽国电视剧 我父亲虽然没有族人攻击 那样伟大 坚弱 但是他是大陆敌人内部 茶路敌人行道的 一颗顶 周茂全 1907年 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 第八区曹河亚村 一个农民家庭 1942年 日军一边实施渗透 一边实施三光政策 太西革命 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遵照党组织安排 太西特北八区区长 周茂全 打入敌人内部 奉命实施反渗透工作 根据周茂全的情报 我党挖出并处决了 日军谍报员 庞申三 叛徒邓红兴 特务侯汉英 和杨振东 敌人苦心经营的情报网 遭受重创 为进一步开展工作 按照组织安排 周茂全等人又积极筹备 在问口建立了由周茂全任战长的地下情报站 他们以做买卖和打扫日军红布厕所为掩护 侦察敌人兵力增减 调动和武器装备 及敌人扫荡出动的时间等情报 及时传送给组织 使县区武装出其不意打击敌人 后来周茂全在给党组织送情报的时候 被日本人抓住 日本人严刑毒打 给他灌辣椒水 走十二盘热傲子 逼他说出太西特伟藏在哪里 周茂全宁死不屈 一字不说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严守党的秘密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就是对党无限忠诚 回望历史 无数像周茂全一样的革命党人 大义凛然 誓死如归 绝不泄露党的秘密 用生命 悬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和责任担当 用行动评释了保密纪律 在抗战中的重要意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在每周一准时关注 党风联政进行时 同时您也可以登陆 省纪委官方网站 观看我们的节目 立即发表您的观点